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期的内容是八极拳孟村老架子中的船长乐部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内容 欢迎登陆我们的公司网络网站 如果您想和更多人经交流 欢迎加入我们的朋友群 也可以登陆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和微博 那里有更多的内容等着你 下面让我们开始吧 左手变掌向下按 右掌变成这个掐的这种掌形 在左掌向回搂的同时 右掌向前插出 同时右脚起搓踢 搓踢的力点在于前脚掌 来 身体向内向右向右 不能这个样子 然后落脚 脚落下来 向前 跳起 有一个小的弹跳的动作 这个是乐部 搓带那是穿档 这个 这是乐部 乐部的同时 双手变成 这种九动掌 很放松的 这种掌形 向两边用掌背 进行弹击 这个要发弹斗力 这个要发弹斗力 然后 这一动不停 在打完这一下之后 紧接着双掌向回收 收到胸前 重新站踏双脚 将双掌推出去 还有一个连贯动作 就是 就是这个样子 要显出八级拳 刚猛爆裂的风格特点 这个 一 二 三 这里是 一 二 三 对方来拳 我下面搓踢对方的颈骨 上面插击对方的咽喉 插击对方的眼镜 如果对方用手 一反我 他 比如说 我这个 按住我一个手 插击我的眼镜 搓踢我的颈骨 一般人本能反应就是用手去推 在一个 在一个对方插击眼镜的手 不要他手一推 紧接着进度 提供对方的同时 拽对方的当 一拽一当 接动不停 旺就是又是一个提供 就能把对方靠倒 打翻在地 当然这个也需要一定的功力 重新压示一下自己工作 穿场越部 展现到这里 希望大家 各家揣摩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内容 欢迎登陆我们的 工作者官方网站 谢谢大家